糟糕 郭崔怎么泄露了 这一波文化交流我给满分 小姐姐这波理解没毛病 这是什么 用中文叫什么 这是鲨鱼的水 鲨鱼 巴西球迷为主队喊加油时 却喊出了令人意外的两个字 中国球迷买票去现场可能是去骂人的 骂恒大 骂裁判 外国球迷 哟 中国观众氛围真好 生花生花火车 生花生花火车 刚开始还觉得有些过分了 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 第7位 韦世豪 看完觉得还是善良 连自己人都馋 连自己人都馋 心情里选择直接打门 这一下隋维杰还在场面喝水 而且球进的时候这口水还没喝完 人感兴趣有人哭泣 韦世豪很抱歉以这种方式认识你 险多多正是掌握了中文国粹的精髓 我上次去年期间的时候呢 就是他给我扎了筋扎两次了 他每次扎那个筋我真的会含着 我们家的那些人他们都都在笑 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然后有一位女孩他找我来说 Oh my god you're very funny 我说你fony啥啊你fony啊 fony啊我这么扎筋 你怎么怎么你还说我fony 不过是谁教你这么夸人的 我还以为这个老不死就是夸将一个人的一个 我还以为这个老不死就是夸将一个人的一个 我还以为这个老不死就是夸将一个很长寿 我刚到中国我真的很喜欢跟中国的老人聊天 人家跟我说啊我今天95岁多啊 那我跟他说哇这么好啊 公司里面你真是一个老不死人 记者大哥讲到关键时 暴躁男孩突然冒出来疯狂输出 那这些人都是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 如此优美的中国话 搞得身后阿姨一脸梦 印度大叔是不是忘了自己已经回国了 很漂亮啊这里 但是很窄啊 喂 为什么不窄呢这里 没办法啦 两个人坐一个位 喂 为什么这里超窄啊 叔 你老母这里是印度啊 哈哈 你说她是工作园啊 我妈咋 谢谢大家